就是一路都很平順 娶立娟 然後生了三個孩子 然後買自己的家 買公司的辦公室 一切都很平順 跨國公司又要上櫃 然後就是非常的驕傲 覺得自己 就是凡事靠自己 信仰或者是 神跟我都沒有關係 因為一切都是自己來 自己做 然後一路平順 所以在這當中 信仰跟我都非常遠離 那結婚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也跟神求說 這是你要賜給我的伴侶嗎 因為他不是基督徒耶 可是我們要結婚了 我跟麗娟結婚 早上是在家裡拜公媽 下午去玉城長老教會那邊來做禮拜 其實我們結婚以前他都會來 可是結婚以後他就不來了 他不會說不讓我跟孩子來教會 甚至於他會帶我們來 麗娟的信仰 三個孩子到教會也不會變壞 反正我每次就是禮拜天開車載他們去雙簾 我就在宜克那邊拿一本商業週刊 拿一台notebook 然後我就在寫我的工作計畫 寫我的事業計畫 也都很平順 2004年的時候 因為公司因為要公開 已經公開發行 然後也要上櫃 所以當時就很多上市公司 他們沒有博答案之前 上市公司都是信譽著述 公信力都是很好的 那我就聽信朋友 他說上市公司有專案 在這個專案當中 會有營業額 會有這個獲利 會有什麼樣 我想說其實公司規模 因為我那時候一年年營收10億 那我要保持這個營業額 我必須要做生意要做的稍微大一點 所以就跟他們上市公司有配合 再加上又是好朋友 然後又是上市公司的商譽 所以我就相信了這些事情 沒想到就捲入了 上市公司假業績真榨財 把我公司 經營18年的公司 就整個就賣掉 但是整個被騙了這個兩億了以後呢 我並沒有因為這樣子 就馬上把公司關掉 但是做的過程當中 雖然關關難過關過 但是一關又讓自己陷入更深的 這個深淵裡面 聖誕節前夕 我做了一件事情 我帶麗娟去南山人壽的保險公司 我把全家的保險當掉了 我不會說我們家麵酒的皮都不會掉了 那時候我聽到那個廣播 然後就聽到說某某人欠了多少錢 然後燒彈自殺 所以我那時候嚇到 我就想到我們家那一個會不 他欠的比現在那個人還要多 然後他會不會這樣 因為那時候我剛好去高雄 然後他剛好一個人在台北 我就很擔心 啊妳就進來聽啊 妳就不要排斥啊 我也沒有叫妳一定要信主啊 我說那妳 妳就把它當心靈成長課程來上 妳不要當作妳要信主 妳會不會強迫妳來一定要信 妳就是反正妳現在也什麼都沒了嘛 那妳就來聽聽 所以他就是因為那些事 然後他就進來教會 然後聽講道 然後聽到他所想要的 那個時候公司已經到了盡頭了 那個真的是人的盡頭就是神的起頭 我就從一克咖啡 走進雙聯酒樓的新聖小組 參與在我們聚會當中 那他也會把他的一些困難慢慢的 私底下跟我講 或是說有一部分他會跟 在小組裡面一起稍微分享一下 讓大家弟兄姐妹一起為他來禱告 那也一起陪伴他鼓勵他 那時候雪華就聽到我的見證 然後聚會完以後他就跟我講說 文賢妳去問一下國龍長老 妳這個狀況跟他很像 我記得我跟他分享說 英文聖經是這麼講的 to be still to know I am God 你們要安息要知道我是上帝 我覺得我得救的過程 我分享給文賢之士就是這個重點 所以我記得那時候 我就用這段英文聖經跟他分享說 to be still to know I am God 我們要安息 要鬆手把主權交完給上帝 讓上帝去動善功 國龍哥那次的交談 我就是抓著那一句話 就是你要把它放掉 因為我那時候覺得說 真的有人給我放掉 因為沒有人敢告訴我要放掉他 有人告訴我實話 我就跟神禱告 神要我怎麼做我就怎麼做 初信者的禱告都很有果效 我記得那時候民國97年 10月26號公司跳票 跳票完以後 我覺得那這次真正解脫了 因為我不要再過三點半了 跳票完之後開始要處理 錢樁是最難處理的 而且我接到七組 台北隊 我把東西稍微拌一下 家老闆家 我家裡去了 家老闆家現在你看 你現在這匯都是我們公司的東西 我知道我有把你們老闆知道 你每天都來看 今天有拌我就愛他去 你跟我來看看 好 這樣我對你去 走 給你坐旁邊 我說好 那你上車 我就開了一台破爛的那個 我已經搬了四趟五趟了 天中的八靈七 無恨的車 也好花鳥好麻麻 青青海比佛山 妳是氣笑的嗎 妳是愛不高 邊開車就邊看我 然後就再看 你都已經這樣 你還這樣子這麼喜樂 一直在禱告這樣子 然後第十趟的時候 我就開回南港 我就突然看見兩隻大海鷗 所謂海鷗就是那種 長的那種貨櫃車 但是它是兩邊可以掀開的 而且上面跳下來十幾個黑衣人 那十幾個黑衣人跟兩台海鷗 後來是來幫我搬家的 那時候我們的林肯大俊 原來都很困難 訂單開始進來 我們就一台機器 兩台機器 三台機器 這樣一直開下去 三十萬四十萬一百萬兩百萬五百萬 生意就這樣一直進來 原來荒廢的那個林肯大俊 就突然說 奇怪那邊怎麼有二十四小時 有一家公司 電費一直投這樣 然後幾幾都在動 就開始有人敲門 就問說你們這裡在幹嘛 我能不能來這邊工作 晚上喔 晚上 就陸陸續續會有人來敲門 因為那個地方大部分都是 就是落荒而逃的人 其實神給我一手 不能說爛牌 但是就是都是有問題的 包含我自己也有問題 信用卡刷爆破產的 焉毒通緝犯 要離婚的 生意做失敗的 有憂鬱症的 我公司所有 這個十幾個人 全部都是有問題的 但是神很奇妙 祂就是 讓我們在這邊 互相的 每天這樣讀經啊 互相來分享啊 有小組啊 祂就讓我們在這邊當中 就慢慢慢慢慢慢的 就每一個人都脫離了 祂自己的問題 七年到現在一百零三年 其實這五六年 神整個翻轉我 而且我覺得 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有很多的經歷真的是 若不是神 我們自己真的是沒有辦法做 在教會當中有服飾 在職場當中有服飾 這家公司的開幕 是一個神 另外一個恩典的開始 這家公司是神的公司 神的產業 我們只是祂的僕人 我們盡我們的能力 能夠去 像瑜海嘛 五秉二語 為保更多人的意象 成立了這家瑜海公司 若不是神 今天我們沒有辦法 在這裡站立 若不是神的恩典 我們沒有辦法 在自己軟弱當中 能夠每次度過那個困難 若不是神允許起照的困難 來訓練我們的軟弱 我們無法在這 原來的軟弱當中 能夠剛強 太太她信主 一個人信主 她把福音這樣傳成傳到我家 到她的家族當中 所以神要做什麼樣奇妙的事 我們根本無法撤透 但是神給我們的恩典 我們要複率 而且傳遞出去 請我走這段神路 你按你手 請我走這段神路